兄弟们在越南厂房是怎么建起来的 在越南做钢板厂生意老好了 发大财了 我有两个好哥哥 他在这边做建筑的 专门给人盖厂房 一个在南部的平阳 一个在北部的海房 现在平阳他是盖这个厂房 16000多平方 马上要盖完了 让我去看一看 我给大家拍个视频 我老婆不能跟着去 我去工地了 今天我要戴个头盔 给大家拍个真实的视频 胡志明开车一个多小时到平阳 我到平阳了 到我哥哥这里 我哥哥是在这边做建筑的 做钢结构的 后边他这里是钢盖子大院的 5000平方 然后三层楼 一会的话他带我去那边 一个大工厂 16000多平方的 厂居去看一看 我到了 到了我哥这边施工的单位了 在这里头建的钢结构工厂 给你们拍个视频 看一看 我老大 现在这里有多少平方 16000多平方 哇 这个真厉害 哇 哎呀 我戴个头盔 像不像回事 我老婆没来 这边挺远 在平阳 我自己过来 我哥哥在这边做建筑 专门做钢结构了 帮人家盖厂房 我老家 大哥重庆重庆的 这是我东北老家 过来看一看 星期天没什么事 过来玩一玩 给大家拍个视频 看看在越南做厂房好不好做 这通风管道啊 哇 这个自己做的啊 这个 哎呦我去 这个都能做 这个通风管道啊 这个这么大的厂房里面 一定要通风的 要不在这里面上班会很热啊 看看这个上面 他都是钢结构的 升降机啊 这还有升降机呢 哎呀 这里铺的地平机啊 哇塞 这不能踩啊 啊 好漂亮啊 这个 哎呦 正量正量的 房间面的 我这个办公室 那个也放也铺这个地平机的 但是没有这个漂亮 这个好漂亮啊 哈哈 成本很高啊 这个 这个先铺这个 这个它是一个 打电影 有进的 就是 对 对 对 啊 就是 地下是铜线呢 所以走的时候 产生 进的时候 它自动 这么讲就是啊 他又先铺这个 下面是有铜线的 啊 省着它防电的是吧 防电的啊 然后它后铺的地平器啊 我这个工艺 是 这个 这个成本有点高了啊 这个省着它 那个地会传导电啊 哇 这个很聪明啊 还有科技感啊 参观钢结构工厂 哇 这个是钢结构工厂啊 在这里都做这些钢板了 建厂房的一些东西啊 哦呦 这个厂也够大的了 那边带龙闷吊了啊 哇 脚缸 哎呀 在这里上班的啊 你说在这里上班 一月多少钱 电焊 汉供1500万 汉供1500万 1500万 还4500万 也不贵啊 哈哈哈哈 越南这边当地的汉供啊 啊 自动切割的啊 哇 这个钢板呢 自动切割的啊 全都是钢板啊 这个 这一切是钢板的 哦哟哟 我以前呢 也干过那个啊 烧电焊呢 以前我是汉工 不能叫汉工 以前我是管道工 啊 后来又转成电工 然后我又开打钓 啊 我是全能的 你不要小瞧我 哈哈 我也真的哦 我 你看我现在拍视频啊 啊 我卖车 我以前我在工地里上班的 我上了三年啊 啊 我以前当兵回来分配了 哈哈 你以为 哈哈 我在日照啊 那时候上班上了三年 我也看了这个很亲切啊 以前我也在这样子 单位上班 好 nice